TOP FIVE 增傷英雄 BEPP 阿萊斯特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還是五隻TOP FIVE 最強的增傷英雄 第五名 阿萊斯特 那阿萊斯是第五名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選不出來 一直被BAN 那我也覺得呢 他最大的功能不是綁人 而是呢佔據一個BAN位 阿萊斯特的BAN和比P呢 也是目前最常備的兩隻英雄 那會做這個題材呢 主要是最近在爬盆中 看看我們的歷史戰績呢 贏的全都是增傷的英雄 突然有感有發 最近的英雄呢好像都有很多增傷 相信前三名也是非常常見的 你一定有遇過他們 阿萊斯特的除了走中路 這版本比較強的是走輔助 畢竟呢輔助裝的改強 他現在呢只要出輔助裝 傷害或坦都有 我們可以完全輸出或者玩半坦 非要來綁到一套的呢 絕對是痛得你要喊媽媽 二來傷害呢實在是有點高喔 尤其是借玩一整套 接招方法呢最理想的是213 盾巢的情況下 或者123也可以 只不過呢123的話 我們要離目標的距離近一點 太遠的話呢可能會散不到 如果啊敵方有像納克魯斯 弗洛魯 齊羅 這些機動性很高的英雄呢 我們只要稍微的跟在隊友旁邊 有預感他們要進來的時候呢 狂安大招 把他們綁到呢就是一個人頭 產生人頭之後呢5打4 直接推到底結束遊戲 就是這麼簡單 二來的話呢 裝飾技能除了幾種 瞬移也不錯 瞬移呢可以防止被斷喔 高端局的話瞬移必備 難怪二來玩的好關鍵呢 就是懂得開大招喔 你大招開得好包你沒煩惱 而阿萊輔助的缺點呢 那就是我們探場能力比較弱一點 解決探場能力呢我們可以 提前蹲草 或者呢跟著隊友一起走 人多失蹤嘛 勇呢現在完全是一個突擊步槍 玩過的呢都說讚 原本呢他的優勢是手長傷害高 現在機動性還不錯 尤其是邊走邊射的過程 不管是呢我們的小普攻 還是強化後的機關槍 增傷連發 真的是療癒到不行 如果啊你也覺得療癒的話 請幫我們影片點個讚 這次目標是兩千個讚 另外呢我們馬上達成五十萬訂閱了 就簽你的一個訂閱 要買羊塊錯個不再 另外呢我們已經有點將狼踩進了 不知道要做什麼Top5的題材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呢也歡迎 在下方留言 看看有什麼Top5的題材可以拍 如果呢我們有採料了你的意見的話 也會特別感謝你的大名 回到勇這個英雄 這款式技能呢基本上 幾走啊順利都可以喔 我個人更喜歡帶幾走 裝備的話就跟我們這樣出 完全沒問題 有增傷關係呢我們也沒出天叢雲 只不過啊如果敵方的物防特別高的話 也是可以出天叢雲的 這套呢是我個人用過最好用的一條出裝 勇呢有一個天大的優勢 那要是我們對線呢不怕任何的射手 對線射手環關鍵就在於 要掌握好我們的距離 基本上呢我們幾隻英雄 普攻可以比勇更長 必勇長的呢也沒有勇靈活 要算用勇呢使用技能後的跑速加成 利用跑速來調整我們的位置 再來射出我們的被動連射 那還是呢玩好勇的真諦 大招的話呢也很好用喔 有時候可以撐助攻或者撿人頭 或者呢敵方跑到太遠的時候 可以用來補最後一擊 勇最大敵人呢是怕被敵方關照喔 所以大家自己要主動看小地圖 尤其是呢如果我們撈單一個人在魔龍路 輔助沒辦法的話呢 要看情況放棄防禦塔 那我的建議呢是交對我來支援比較好 總結來說呢勇士的版本是可以玩的喔 只不過呢勇士應該吃 觀念 吃發育也吃操作的英雄 第三 瑪洛斯 什麼 瑪洛斯這個冠軍候選人 竟然只在第三 由此可見呢第一第二有多麼厲害 那說到冠軍呢好可惜喔 新說唱的威爾已經被淘汰了 那他可是我心目中的冠軍候選人 而初中尼呢則認為 戈里才應該是冠軍 那你那為呢 第三名 瑪洛斯 瑪洛斯呢也是我很才用的爬分英雄喔 基本上喔選到瑪洛斯出來勝率有 通常都會贏 場勢呢是單排S 30到50星左右 還有接下來兩隻英雄呢 如果我們能夠成功選出來 也通常都會贏 都是完美的強勢角 而瑪洛斯玩的有關鍵呢 那就是要趕拔刀斬喔 瑪洛斯的動畫呢有優化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呢砍得更快 不管是普攻還是普攻直接拔刀斬 甚至直接拔刀斬 拔刀斬呢也有感覺距離好像比較遠喔 不知道是手變長了一點 還是速度變快的關係 反正呢比以前更容易砍中目標 瑪洛斯玩的關鍵的小貼絲呢 就是開大招之前先拔刀斬 砍一砍敵方的前排英雄 大招大範圍正上踩下去呢 敵方可是吃不下 玩輔助的話呢 我很喜歡在升級護盾出來之後 解保王者劍 特別療癒 瑪洛斯還有小貼絲呢就是二技能 盡量命中三個以上的單位 三個單位呢獲得最大的護盾 我們附魔後的普攻 一技能還有二技能 額外的回血跟護盾 常常呢出其無欲的可以 多偏一個敵方人頭 瑪洛斯的去戰力呢是很強的 順帶一提呢由於我們有出擊走 而且呢我們的坦撞有出升級戰盾 如果敵方碰到我們呢 尤其是射手 跑速變很慢喔 一般的狀況來說呢 我們都是追的敵方砍喔 一邊追一邊砍 一邊追一邊砍 眼睛都不用眨一下 第二 亥犽 能亥犽呢可是超強的 身上角 尤其是這個版本 他對手以來呢一直都很強 甚至呢一度砍了他打野的傷害 官方不想讓他成為打野英雄 有一段時間呢稍微沒落了一下 那時候呢很流行出 蘭鐸 只不過呢在S6的尾聲 S17的開始 亥犽終於正式回歸 亥犽完蛋的關鍵呢 不外乎就是一技能全部命中 而且呢搭配我們的魔紋 帶叢林遊俠 普攻中呢就可以把敵方緩速 緩速中呢我們一技能就怎麼丟怎麼中 由於有魔紋的關係呢讓我們前期 並把我們買出來呢都有緩速 裝備的話呢可以讓我們降出喔 只不過通常呢 如果敵方魔攻高的話 聖劍的位置會是仙靈 我們會先把仙靈買出來 除非敵方呢真的是坦克比較多 沒什麼威脅 不然的話呢 攻擊裝我們通常只會出 龍骨劍跟雙刀 之後的三件裝呢會是冰袍 動隊戰斧還有複合腳 另外呢複合腳的位置也非常有可能會是仙靈 亥犽之水這麼強的一個原因之一呢 那是我們有出裝的優勢 有我們被動的關係我們會打真傷 只要有龍骨跟雙刀就會有最大的輸出 因此喔剩下裝備我們可以看情況出克制的 物防裝 魔防裝 大家常常聽到又坦又痛吧 而亥犽呢是又坦又痛 又增傷 靈活度還很高 而且呢位移大招也是位移 如果你要帶瞬移的話呢 還可以再對一段位移 瞬移呢這版本可以看情況大唷 如果敵方的控制呢 威脅沒那麼高的話 帶瞬移呢可以打出更多更秀的操作空間 只不過呢清醒通常都是最安全的選擇 第1名 伊耿絲 伊耿絲這版本呢可是說強到不行 在決賽呢也可以看到他的蹤影 而且也很常出現 伊耿絲最厲害的地方呢就是前期 前期呢從1.2點開始就幾乎無敵 而且呢非常擅長一打多 更不用說呢如果你跟隊友雙排 或者是高端局 你的隊友喔你的輔助 懂支援 懂根 那樣子伊耿絲呢可以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伊耿絲玩的關鍵呢不外乎就是把火球 打好他們 關鍵第一呢就是我們可以多走位喔 不用急著丟火球 你看到敵方扭完扭曲 扭完之後我們再丟一技能 通常不會控 只要一技能不控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打出很高的效益 再來呢伊耿絲的關鍵 很多人喜歡說無限火球 無限連招 其實他最基本的 把伊耿絲的實力發揮出來的 並不是無限什麼 而是呢把二技能的三端 都打好打滿 那就夠了 流星火魚呢 背淋到一下會有0.75的暈眩 總共的構成呢我們也控制敵方 兩到三秒 而且還是範圍空長 你想像一下呢 如果我們把敵方控住 我們的猴子喔 我們的納克羅斯打野 過來接一套 敵方還不全軍覆沒 伊耿絲本身是範圍輸出 搭配惡魔微笑呢 很容易洗出範圍的百分比傷害 因此呢 通常伊耿絲都會是全場最高的輸出 最後呢我們的大招 還是一個大範圍的真傷斬殺 把伊耿絲玩好呢 首先你練好連招 再來呢就是跟隊友搭配了 關於搭配這點呢 尤其你是單牌的話 你就要學習如何去配合隊友 隊友不配我們沒關係 我們可以主動去配合他們 那影片差不多就到這咯 那我今天影片做的調查是呢 你認為還有什麼top5的題材 歡迎給我們建議 最後呢我是尚恩 也祝你呢排位遇到好隊友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